慈激志工与社区志工来到八关普尔村 再次探望夏拉达一家 距离夏拉达的女儿到学校上课 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 志工关心孩子在学校的情况 她刚好自从放学重回学校回来 我刚开始的时候认不出她 因为她剪头发剪得很短 然后最后我才发现原来是她 我们很高兴 然后我问她说你快乐吗在学校 她说很快乐 这一次来到夏拉达的家 她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带夏拉达的儿子 去镇上的儿科诊所看诊 我们这次是第六次 去到夏拉达女士的家 第一次要带孩子去看医生 孩子在地上爬 拿拿一瓶的手也没这么凝绕 所以觉得这个孩子是需要 给专家来评估一下 我买了两套衣服 给这两个小孩子 因为这个小儿子 他都是在地方爬的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 我们要带他去议议议的时候 他能够穿上一些很干净的衣服 夏拉达非常信任志工 当他知道志工要带他的孩子去看医生 也马上灌洗和换上干净的衣服 跟着志工一起陪着孩子去看诊 通过翻译员了解到 他说 我因为肮脏 所以医生会骂 所以我必须要去冲凉 换干净的衣服 才能跟着你们去看医生 经过医生的诊断 证实夏拉达的儿子因为电血症 加上没有定时服药 伤及脑部而影响了他的行动力 这个case呢 我们又回报给社区的那个协调员 那这样子的话 他们可以继续地跟进这个个案 看孩子有没有吃药 刺激志工握着夏拉达的手 他每一次都会摸着上人的念珠 摸索着有上人法照的那颗珠子 并且放在头上顶礼 这一次他流下了眼泪 一个寺民的人士 可是他的心是这么地清澈 他知道到底谁在帮忙他 柯瓷伯基 我们的肉体会出现 我们的肉体会出现 然后不能眼泪 我们的肉体会出现 我们的肉体会出现 所以我们的肉体会出现 我们的父女下午 就让我们很快乐 夏拉达目前确定怀上第三胎 她希望这个新生命会是一个健康的孩子 之后志工协助夏拉达做产检 让她在这个运气健康平安 感受到幸福和爱 夏拉达一家的未来更让人期待 待新闻牛尼斯林学群尼泊尔综科报道 多一份善恋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远离灾难